今天呢,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是说沈阳上市行业团传人张世杰先生的 看文章的作者呀,应该不是张世杰先生的传人 认不认识张世杰先生,难说 文章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世杰先生呢 还是比较富有实战性的,他的功夫 就说也挺能打 这个呢,怎么说呀 我感觉我和张世杰先生是实打实地碰过的 这个我知道 看下面的评论呢,不是太多 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就说 你要是碰上UFC 或者说碰上现在的这个实战 可能呢,他就不是一个现在的状态了 还有人呢,说又一个马宝国的一个出现 说到底吧 你没见过的东西 或者你没见过的人 没和他实际的交过手的 都是猜测 据我个人经验啊 反正是我们是大概是在2008年还是2009年 打过 那张先生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 他绝对不是说 人家的话浪得殉民 他绝对不是浪得殉民 他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 但你要像这个 他的徒弟们说的 什么打遍天下 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呢,就说 像这篇文章里说的 达到了急如风快思剑 沾上岛碰上飞 这种程度 也不可能 我们交手的时候 大概张先生是60多岁 他是46年的 大概是60多岁 我当时呢,还算是小伙子 30几岁 08年34,5岁 但是一交手 我也就知道了 真打 你要想拿出我缘来 跟其他人那个打法 张先生可能顶不住 但是呢 你就夸夸来几下 打的话 张先生是有一定经验的 反正当时是 我领略了他一巴掌 就是说 在哪一年 2000年经武杂志上 张先生发过一篇文章 说是 在东北 还是在辽宁啊 没有人能经驻 张老爷的一巴掌 我领略了一巴掌 但是呢 一开始 他也领略了我一脚 我们当时打也没说有具体的 说是什么规则 他就说你上来 我一脚踹过去 我是收着劲的 那肯定收着劲嘛 那么大岁数的 但是呢 他打我那一下 我感觉还是他松沉 就是很松沉的 所以说呀 就一般的 你要一般的 你练过散打的 你啥子 你还真不一定 你就能打得过他 当然了 这又过去十几年了 张老先生呢 现在应该叫老先生了 我也排成老头了 年纪也大了 你要说 如果说在他当时那个水平上 没有太大突破的话 或者 格斗意识没有太大改变的话 达不到文章里所说的水平 在一个人老 不讲精骨为能 你别是张先生 你就我 我马上五十岁了 我都不再和别人打了 基本上咋说 谁那么傻 这么大岁数了 叫的啥 你体力怎么说 都不如年轻人 所以说 我今天就是 看了这篇文章 看了下面的评论 根据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发出呢 这样的一个 对于张先生的一个 程度的一个评论 也不一定准 也不一定准 为啥呢 经过这十几年 也可能张先生的造语 又上了一个层次 是吧 再一个呢 我这十几年 说实话 对于格斗的探索 让我明白 好多时候 你不要看 一看他练的那个样 他就不怎么样 不管事 这个练啊 一人一个样 咱说有的大学教授 就专门搞五书的 你让他练出来 他也不一定好看 为啥 这就是一人一个 怎么说呢 这就是一个手头 他就是 那个动作 他知道 可能他要教学生 教授学生也很漂亮 但是他练 他就不一定好看 再一个呢 就说 练和打是两回事 但就不是一回事 你看他练 练得好 不一定打得好 但是呢 练得不好 不一定打得不好 这种说 你从看练 就能看出他功夫来的 谁呀 薛连 你看薛连的图片 你就能看到 他的身体那种 极度的松沉 他的身体 往外那个拖 长得那个 那个 啥 那个劲 你就能看得出来 当然你要在民国 薛连也不是第一高手 还有孙露唐啊 他们 你要看孙露唐 你也能看出来 他做的那个动作 蹲下去 往外撑那种劲 也有 就说 他和薛连的劲 还就不大一样 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 能从他这肢体上 看出他的功夫高低 能这样表现出来的人少 他这个 其他的 你想 当时那个 我看下面有个评论 评论 当时说了 说是 山西的 宋氏行议的传人 也是宋光华先生 也比 当时杰先生怎么样 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 练是练 打是打 打和你个人的那个实战经验 也有很大关系 你打的多 你经验就多 你再打起来 你就会玩 这个东西就这样 你没打过的 你就练得再好 你一到打 你也傻眼 真正的打呀 还是看你 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你站的角度 你 是不是抓到了关键 这才最重要的 我感觉 你不要说 我先给你玩两手 弄个大石头过来 一下我给 砍断了 那不一定能打 为啥呀 你打不到人身上 你所有的东西都没用的 你的手就不练 人身上有些部位 也经不住你打 只要你力气头够 也经不住你打 为啥呀 他那个部位 怎么练 他也练不结实 所以说 我今天呢 我就说 张先生是有一定积极水平的 但你要说和现在这个UFC 又和现在这个综合格斗的选手去打 我感觉那也不是一个维度 为啥不是一维度 就是 怎么算 他练的是传统武术吧 他那个积极体念 和现在这个内台经济体育 这个积极体念 有区别 你要啪啪来点事 这些选手 未必比张先生强 但你要按规则来打 按回合来打 张先生就是打不过人家 这个说都不用说的 为啥 你打上一下 你打不死人家 你打不倒 人家就会有其他的方式来应对你 时间一脱开 就完了 船舞 练船舞吧 好多时候 一是实战少 再一个体能跟不上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再一个呢 你这些人 所谓的 不管你练啥的 你和打野架的 你比比吧 差距仍然在你 我以前 打过 很多都是那种 街头的 那个你想啥 你想这想那 我看见你 我就来气 我就想上 那个东西不一样 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 不用去评论 也不要把我是想象的 太 谁画他 就说太 不会的 你要是到时候 你手里有把枪 谁都判了 是吧